除此之外,你還要有美國認可的學院 或者是大學學位 至少要有兩年的工作全職經驗 但是如果你是碩士的話 或更高一點的 你只需要一年的外面工作經驗 然後還有... 大家有聽過FBI CIA吧? 但是你知道他們的薪水 其實可能跟你差不多 大家好,我們是... 情緒出塑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萊塢電影中的特務 都是大家最受歡迎的一個題材 但是大部分的特務 都來自於FBI或者是CIA 這種真實存在的執法單位 那麼現實中這個組織單位 究竟在做什麼呢? 那些神秘的特務 他的心智又是如何呢?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揭曉這個答案 FBI的全名 他叫做聯邦調查局 相比中情局的話 他比較像是就是 專注於國內的機構活動去調查 那像有時候海外的一些活動 可能像中情局 他就沒辦法管到國內的事情 一樣的受限 就要過層層的行政程序 對,沒錯 就是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單位 那聯邦調查局這些活動 通常需要跨部門來協調 然後作為FBI的探員 他們可能要承擔各種的威脅責任 主要是調查一些犯罪活動 還有一些聯邦的一些法律 例如像是監視一些 就是司法授權的一些企業組織之類的 我知道FBI他們還會去查一些社情網站 看你是不是有誘童 就是有沒有就是奇怪傾向 然後就是犯法的傾向在裡面 那個其實也是違法的 對,那個是蠻嚴重的 你連PO都不行 你去點他IP都查得到 沒錯,你手機裡面有電腦電腦不行 這就是犯法的 他們對兒童的保護其實蠻重的 應該的,我覺得應該的 好,他們工資到底有多少 我們接下來給大家一個解答 好,首先要講FBI 他的薪資氛圍就是15個等級 有從GSE到GS15 學歷越高,他的薪水就越高 就跟我們其實也蠻像的 薪水就越高 到底有多高呢? FBI的探員 他們每年平均的收入 就是大概是58,630美元 那如果是偵探或者是調查人員的話 他們平均收入是79,870美元 我沒想到那個私家偵探的收入 還比探員來的高 我原本想說私家偵探在電影裡面 都是好像窮困潦倒落貨落貨 因為他們也是在政府單位工作啦 對對對 但是比起來的話 他們就是特務跟他們比的話 那時候還是有差別 可能探員們的薪水 像雖然沒有到那麼高 可是比較穩定 對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其實是普普啦 就是像紐約市他們中產階級的工資 大概每年平均是7萬左右 他們其實曼哈頓你租一個房子 然後不帶客廳的就是套房而已 套房一個月的租金大概就是1000到1500美金 這樣蠻貴的 對其實蠻貴的 你這樣子可能每年這樣收入 就等於說你大概有 自己住我覺得還行 可是如果你要養一個家庭或是整個Family 然後這樣 就是其實有點吃不消的感覺 因為你花費就蠻高的 然後像房租這種東西 你本來就一定要付的 然後還有一些定期開銷 他們醫療保險又很高 對 如果你聽完就是這些條件 你覺得還是想要加入FBI 就是你有這個夢想的話 你要符合以下的條件 聯邦調查局他的就業要求是這樣的 他第一個要求就是你要是美國公民 第二個要求就是你必須獲得 就是一個最高機密的SCI的認可許可 你才可以做這個工作 對 再來第三個要求就是你要必須符合 FBI的藥物政策 就是你不行有不良的嗜好 對沒錯 再來就是你的年紀 必須要在23歲到36歲之間 為什麼呢? 因為聯邦調查局他有強制退休令 就是你在57歲的時候 就一定要退休 所以你這樣子在裡面服務20年的話 那你最後一定要在就是... 17歲退休 對 所以你最後進去的可能就是在 你37歲的生日前 辦理說你要加入 就是最晚一定要37歲下單位 開始服務期 沒有... 前喔 以前 你要在那個時候上港 在那個時候過後你就不行了 除此之外 你還要有美國認可的學院 或者是大學學位 至少要有兩年的工作全職經驗 但是如果你是碩士的話 或更高一點的 你只需要一年的就是外面工作經驗 然後還要有駕照 然後有6個月的駕駛經驗 所以好像都還可以嘛 對就還好 可是基本你要有一些嘗試在 然後會開車 會開車可能就是你要當司機之類 我會好想好奇 湯姆克魯斯那樣子算可以嗎? 他們開車不都開到街上 那超過了吧 那個駕駛經驗很足夠 可以 那整個升級過程 可能要多次的跟各地亞FBI做面試 判測試 去辦事處這樣處理報名這樣 其實門檻聽起來好像沒有到很高 蠻基本的 在外面企業業界好像是也蠻基本的 對就是你大學畢業 然後你是有基本的體能身體正常 然後你沒有做任何壞事 基本上都可以進去了 對 可能通過的面試 不知道他會怎麼 就是他是比較累的工作 就是你想想看 就是在電影裡面 最常看到那些FBI的人 然後就一直死掉那些 就是他們 對你不一定是主角 你可能是其他的人雜魚 對我是FBI工作 但是就是可能會被炸飛 對 再來要講到另一個組織就是CIA 那CIA的全名就是 美國中情局 那CIA跟FBI的差別在哪裡呢? 剛剛有講到就是 FBI就是比較監視於國內機構的單位 那CIA就是國外的情報 CIA主要的任務就是 收集一些公開和秘密的一些情報 或者是一些國外相關的政治文化 還有科技方面的一些資訊 他就有點像國外的密探 對 就是你要去調查這個國家在做什麼 在幹三小 還有一些企業好像也會 這個工作好像聽起來比FBI好玩一點 對 你可以到各個國家去看一下 他主要就是要去協調其他國家的情報 然後要去分享這個情報 給他們的美國各個部門 對 那在之前就是美書在冷戰的時候 他們就有工作就是干擾共產國家的政策 所以之前很多歐洲國家 他那個共產政策垮台 只會以CIA 可能啦 可能啦 那我覺得不會那麼厲害 所以現在CIA他主要的任務 可能跟一些共產國家脫不了關係 對 CIA他們有自己特種部隊的訓練基地 然後也有廣播設施 還有就是衛星航空線遍布全球的監聽系統 所以他等於說他可以掌控整個全球的資訊 在身上 對 所以像有人說就可能比特幣 是不是中情局在後面 超濃 對 我們現在在拍這個中情局的資訊 他們應該不會在意啦 好的 那CIA他的特務基本薪資取得於他們的教育水平 還有工作經驗 CIA他們的工作崗位有許多就是正規教育的需求在裡面 即使就是學歷沒有硬性要求的職位 他們也需要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求職 他們在找的這些就是雇員優先參考的條件 就是現在已經有在做執法單位 或者是調查單位 或者是你是軍人 然後有豐富的像是服役的經驗的這些人 或是軍校畢業之類的 對 就是他們只要首要的條件之一 再來講到就是CIA他們情報工作 其實有分很多不同樣的職業 每個職業給的薪水都不太一樣 那這裡我們幫大家就是分成四種 然後具有代表系的一些單位 第一個要講到的就是特別探員 然後年薪大概是7到13萬美元 很多耶 跟剛剛FBI比的話 差很多 主要是要調查就是CIA內部有沒有犯法的行為 就是看有些長官有沒有什麼貪污 沒有錯 還有像是什麼濫用職權 或者是危害中共的問題 他們都會出來去調查 對對不對 有一個人在抓他們 就不會做壞事 電影裡面好像蠻多這種長官這樣 對 然後被年輕的探員 抓到說在幹壞事 在幹話笑 對 第二個要講到就是警官 安全保護部門 他們年薪大概就是5到6萬美元 這個就跟剛剛其實差不多 對 這個部門主要是安保人員 然後他們就是會定點站在某個地方 然後去提供安保的服務 就有點像我們的警衛 站崗 站崗的感覺 然後也有點像軍人戰哨 這感覺就是會被什麼主角 然後一開始就倒在 先弄倒然後倒在路邊 對那種 也不錯 這樣可以年薪5、6萬美元 也不錯 就坐在那邊就有 再講到第三個就是保護性質的特務 他們年薪大概是5到9萬 他們主要工作就是可能是保護重要的官員 或者是一些他們要出現敏感的一些活動 世界活動 他們會在旁邊守 可能是總統旁邊的那些探員之類的 就是那些保安 那些保安的感覺 前面那幾個感覺好像都是要硬探 你才能幹的職位 被捅好幾套射好幾槍都要沒事的 沒錯 我保護你 就是探員嘛 對 第四個要講到的就是安保專家 他的年薪範圍大概是4到7萬美元 CIA的安保專家就有點像是網路的一些保安的感覺 然後去看一下網路設施、硬體設備 工程師、軟體那些網路的安全 白貓、駭客之類的 沒錯 沒錯 這個部門感覺就安全一點 對啊 爽缺 除了這些基本工作之外 FBI跟CIA他們的特務都會有一系列的 就是有薪假 還有一些補貼 然後還有年假或者是交通補貼之類的 這樣還不錯耶 不過無論是FBI或者是CIA的探員 他們的薪水其實也不算是非常高薪的職位 對啊,好像有一些中大型企業主管級以上的職位都比他們 沒有錯 沒有錯 他們即便是最高的薪水也大概是13萬美金 我覺得最危險的事情還是他們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對 可是他的心事感覺好像沒有到值得冒生命的危險 可是我覺得那也是要遇到危險的事情 對啊 平常沒危險的事情就是在走走路 對啊 要如何加入CIA呢? 你第一個就是你要透過網路上申請 然後必須是年滿18歲的美國公民 然後願意搬到華盛頓特區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想要吧 我可以 還有要必須要做一些安全上的評估 還有醫療上的評估 確定你這個人身體沒問題 然後你的人質沒問題 人格也是OK的 對,然後還有像一些各項能力的測驗 過了之後才可以 我有簡單看過就是CIA他們的網站 他們其實有股票好找的一些相關職業 像是什麼軟體工程人員 或者是一些會計師或律師等等 就是一些基本的工作 還是有在裡面的 有興趣可以去報名一下 就基本做打掃工也是可以做我在裡面工作 對,我在CIA上班 然後聽到就... 就拿名片那個牌子出來打掃工 CIA 可以刷得進去啦 就不一樣 可是感覺CIA在電影裡面都演壞人 有沒有 就是主角們事情辦到一半 就突然有說CIA現在開始從這邊接手 你們統統離開 然後主角就很不爽這樣 各位觀眾你有朋友真的是特務嗎? 就是台灣其實有些工作也是 調查區也算了 如果有的話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你朋友的經驗他們待遇如何 那我們下部片見 掰掰